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3次缔约方大会正在德国举行 外交部今天晚间表示 今年会议我方依照往例组团与会 并以专业务实有贡献为诉求 积极参与大会各项活动 外交部指出 今年巡礼由友邦为我致函公约秘书处 并积极办理及参与双边会谈 周边会议与展摊等多元活动 与各国代表团及非政府组织NGO进行双边会谈 并安排我专家学者于周边会议 及国内NGO设置的展摊 向与会人士介绍我应对气候变迁的经验 以及相关的具体作为 至于中国大陆的干涉 环保书长李应元无法进入大会会场 外交部对此表示 李应元虽然不能入场 但仍然按原定计划完成和友邦 以及友好国家的双边会谈 并接受当地专业媒体的采访 持续向国际社会宣达我 推动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的立场和决心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